哈喽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下小铃铛 好唐老师这个共和党现在大团结 然后全球这一个包含华尔街都认真的准备川普可能掌权 那川普掌权有几个政策已经确定不一样 第一个是企业税会不一样 他说他要减低美国的企业税 那增加这一个制造业跟经济的机会 这是确定的 第二个是他不爽那堆新能源绿能太阳能那些鬼东西 那些鬼东西他觉得通通都不要 他觉得民主党每天在那边维护气候变迁 维护什么鬼东西啊 赶快维护美国利益比较重要 好然后他的美国优先呢 有几个利益是确定的 是美国经济利益 再来美国的国家跟这个美军的利益 所以各界才会有人给他贴标签说 相对的重商主义跟孤立主义 有可能这样的声让跟政策比较抬头 然后第二个是关税大刀 关税大刀在他前一任的总统任期 他已经拿出来用 可是那个时候用哦 就是5% 10% 15% 20% 现在起跳价60% 说随便都可以喊到100% 而且他是整个矛头针对关税的部分 事实上是指向中国 对呃其实刚刚您管理这几个论点已经把它勾勒的非常清楚啊 现在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说川普如果能够当选的话 他接下来这些政策的路线 当然就是说刚刚也看到了 他的看好度现在很高 那共产党现在正在开这个全国的这个党代表大会 那么声势也很高 他过去几个党内的竞争对手 包括2016年跟他竞选到很接近 一对一对决到最后的这个德州的裁议员Tag Cruz 那么包括这个这一次初选的最后最后才退选的这个海力 那么还有这个迪桑提斯也是过去这次非常之前非常有可能啊 那也是跟川普在党内竞争的人的等等 那么都纷纷的出席啊 还有包括前一阵子非常可能曾经被提被提到说 有可能是他的副总统 这个候选人的这个啊 这个佛罗里达的这个 德桑提斯 卢比欧马克罗比欧这些人都是在今天出场 大家看到其实每一个人的政治行情 跟他出场的顺序跟时间是不一样的 那他们都是在今天啊 也就是美国时间礼拜二晚上的prime time 最好的时间 而且这几个人在讲话的时候 这个川普跟这个他的副手J.D.Vance都坐在下面听 他们是八点钟才进场的 所以这些人都是晚上八点开始去演讲 好那这整个看起来 当然民调现在看起来还咬得很近 那拜登会不会退这也很难讲 那他们一方面当然在运作要换 那如果换不成他呢也在鼓励这个选区的显民 重新考虑啊分裂投票 免得整个被拖垮啊 所以现在这个选举还是在这个状况 我们回过台谈 如果啊如果这个川普就顺利当选的话 那刚刚提到的几个事情 提到的关税啊 没有错 关税第一任他已经这样做了 现在开始加码 他提到这一次在专访的时候 提到他说其他国家10% 那这个中国60%起跳嘛 那过去他在谈对中国加关税的时候 大家也说不可能这样子啊 没那么不可能这样干 就他真的干了 而且拜登还维持 所以你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开场白就讲了嘛 这个美国过去历史上 其实是有这样的轨迹的 当然在过去你如果看1990年代到193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平均关税是20到30% 是战后才降低 可是对日本的时候 中国对美国对日本的时候 也有发动过防御薪关税 最后到100%过嘛 90年代以后才开始说世界是平的啊 无关税无国境啊 对不对 这个自由贸易啊 WTO啊 然后这个区域的多边贸易协定 双边贸易协定啊 市场准入零关税 这些都是近代的事情 那大家想说哇 这个是美好世界 你看国与国就无国境了嘛 那像欧洲 欧盟这样子 国家就平行移动啊 这个人员啊 流动啊 市场准入没有问题啊 也没有关税等等等等 可是现在大家看起来 这个世界各地的壁垒分明啊 而且重要的是说 它的核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中国的核心价值 在中国共产党的整个 整套的逻辑下 它已经不太可能像之前 美国有一些认为说 我只要市场开放 我只要这个鼓励州长阶级兴起 我只要对你好一点 你迟早就会啊 跟我们越来越像了 就看起来发现说 第一个跟我们一点都不像 而且越来越不像 而且还占我们便宜 所以这个时候 整个的思潮思维 其实是在快速的转变 而且已经形成了 现在这个状况 那 美国国内的政策 你刚刚提到 绿能 对不对 绿能看起来还会认为说 这个因为他之前讲 气候变天是假议题 那这个其实在美国 是非常高度的分裂的 就是支持这个 全球党他气候变迁 那么联邦政府 他批的预扇 那么对于绿能绿电 那么这个进行补贴补助的 那这个是一派非常明显 另外一派 当然就是刚好相反 说这个议题其实不严重 这个议题其实是被炒作出来的 而且其实绿能绿电 也造成了很多更多的 其他的这个能源 或资源的消耗 他未必见得是 是好的 是对有经济注意的 那甚至有可能 这个返向的增加通膨 那我们开页岩油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 这个斡旋 让地缘政治 油价升高的风险降低 那么同时 在这个提高关税的同时呢 我们降低企业税 拜登公开讲了 川普总统公开讲了 他说现在这个 暂时性脱失到 2025年的这个21% 他说我要降到20% 1%而已 没有很多 他说本来人家说15% 不过就算20%好了 起码是往下 不是往上 那这个当然受到企业的欢迎 那而且看起来就是说 这个他在 他对预算的控制 那么等等 那至于说 联邦政府会不会继续发债 这个很难讲 我觉得看起来还是会 所以很多人开始认为说 他会增加美国的通货 不过我之前也讲过了 这件事情也很难说 总之就是说 现在看起来在外交政策上 是趋于一致 就是我昨天也提到说 整个的重心要真实的 不管是在政策上面 还是资源上面 还是预算上面 要回到印太 要这个 持续的跟这个中国 进行战略性的竞争 甚至是对抗关系 那这个政策路线 在美国国内 也会受到民众 以及这个朝野政党的支持 我想这个无庸疑 那么至于对台湾 我们之前讲过 就是说 台美之间的关系 其实不至于要重新重制 但是要重新定义跟讨论 有一些过去我们曾经谈过的事情 一直在执行的事情 或者一些政策思维 必须要做一定角度的微调跟修正 我讲微调还是客气了 可能要一定幅度的修正 那这个幅度的修正 不仅仅 未必见得只是因应川普可能当选 或如果川普真的当选以后 我们的修正 而且也是因应整个的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个国家 国内的政治跟国际政治的那个脉络 跟那个变迁 它已经移转到一个程度 一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要做相对的因应 因为毕竟台湾有台湾的国内政治的运作逻辑 可是台湾的国家利益 其实跟台美关系 跟台湾跟这几个世界主要的国家的关系 是密切相关 所以为了我们的国家安全 跟国家的最大利益 这些及时的修正 及时的去因应去调整 我们现在的政策路线跟政策思维 我觉得接下来 应该是不只是政府 其实民间也一样 就是说我们应该去共同努力的目标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朋友们大家怎么观察 川普真的是王者回归 那他副手确实也非常年轻 刚刚讲到 他跟传统我们理解的 美国的金融精英也不大一样 那刚刚这一个 谭老师介绍了他的出身背景 他是先从军 当了海军陆战队 才去念州立大学的 这个是典型 这个美国经济比较中下阶层的孩子 他的教育的这一个结构 事实上在美国连学代都是议题 民主党那时候 那个拜登不是说 学代要来减免 对 就说违宪 说不可以这样子 你这个行政全部可以要立法 因为美国现在学费真的很贵 你念了一个大学 如果是私立大学的话 你现在换算成台币 现在换算成台币 可能一千万台币 一个小孩都会不会念得下来 如果你在比较物价高的城市 你更难hold住 所以这一个 JD Fence 确实是典型的 我们理解的 美国梦的重要人物 是的 这个刚才谭老师他讲了很多有关这个美国大选的还有JD Fence的这些故事 我觉得说这个因为我在陆安队待过 所以以前陆安队 要不然海靠狼 海边的 要不然原住民 要不然客家人 都是基本上 都是生活比较艰苦的 他们从军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一个经济的选择 所以我看了JD Fence的这个背景 你要知道在美国陆战队所代表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意义 那才是真正的美国精神的代表 才是有当过陆战队的才是男子汉 所以很多 包括一些的这个美国的一些很好家庭的子女 他们特别到陆安队去 为什么 去等于是说去那边度个精一样 但是JD Fence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他是当个小兵 然后下市退伍 因为美国陆安队是这样 当你这个去志愿从军以后 你会有一笔退休金还有奖学金 所以他才能够完成他的学业 那么但是大家会会想说 为什么那个除了刚才这个台长是讲的以外 美国选举有句话讲 Ohio Ohio在哪里 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这边是所谓的五大湖区 那么美国的选举有句话讲 叫做赢得Ohio就赢得全国 As Ohio goes So goes the nation 你看 德恶害恶得天下 德恶害恶得天下 所以说正好他具备了这种 第二个 美国的铁锈带 这个铁锈带 就是沿着五大湖区 二战的时候那个是美国整个国家动力战争动力的主要来源 就他当年是美国的工业重镇 不只汽车工业不只钢铁工业 那钢铁跟汽车都是工业的基础工业 像我们现在比如说造船工业 我们不是讲那个浅建那个钢铁很好 对 造船啊飞机啊 他那个基础工业都是钢铁工业 后来为什么西部阶级 后来几个总统都是西部阶级 所以他们有很深刻的失落感 那么天地认识的那本书 就是宁关手上这本书 正好他就是这么一个家庭出来的 然后他这本书是他年轻的回忆录 他把他的经过他们这个家庭 因为这个铁锈带 燃领阶级的没落以后 带来的各种的悲惨的状况 而且反映出这个这些的燃领工人 他们的无助 还有呢 这个杰利费也很特别 就是说 欧海奥他的地方呢 是现在阿帕奇啊 阿帕奇啊是什么 就是阿帕奇山脉的一些的丘陵地带 这个地方呢 这个阿帕奇啊 也是这个香巴老的意思 就是说 这些住的以前很多是北爱爱尔兰伊的 以前爱尔兰伊很多 他成咖了 对对对 就是比较香巴老 然后他们的那个口音也是很特别 那种 那种 所以 这些 就人家认为的美国香巴老 那么 他 住过这个地方 他认为说 他们的那种的绝望 不应该是这样 他们是一群被遗忘的美国人 因为在很多的美国人的眼里面 什么是美国人 白人 然后最早移民到美国来 或者说二战以前移民到美国来这些 但是这些人 后来被太多的移民 把他们给冲淡了 甚至于把他们给遗忘了 2016年 嗯 他这本书出来以后 连续两年 这个 这个 排行榜 这个 纽约时报的 对 唱销出排行榜 嗯 那么 川普 为什么会 2016 为什么胜利 因为2016 大家都认为说 嗯 那一定是 这个 希拉蕊 希拉蕊会 会赢嘛 嗯 对不对 为什么 川普就化身一变 嗯 美国优先 嗯 美国再次伟大 然后就成为 嗯 这些 蓝领工人的代言者 嗯 现在慢慢的 这些的问题 现在美国优先 为美国而战 爱国 我国而战 顿向是谁 嗯 中国 嗯 所以我这些 天天上大陆的网页 你看了一片的那种哀叹声 啊 我心想说 啊 这几天 这个 最受伤的 应该是习近平 嗯 洗洗去睡吧 但是你睡得着吗 嗯 对不对 未来四年 换一支就是 在习近平 75岁以前 他这四年的日子 就是什么 忍气吞声 嗯 然后 这个 而且我再打个岔 我今天为什么 特别花这么大的篇幅 介绍川普的副手 嗯 因为川普 现在胜率 大幅增加 以及 以川普的年纪 搞不好在某个时间节点 我会看到副手变元首 嗯 就是说 这一届的川普跟拜登的副手 都特别重要 假设 这种枪击案 再发生一次 假设发生什么 各式各样的状况 副手 就会直接变元首 对 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 川普要他的路线 可以复制的原因之一 所以川普也不会不知道这件事情 虽然他嘴巴不讲嘛 所以这个他的副手 一定要是跟他的路线 一模一样的人 对 所以台湾社会要理解 这个副手 不是普通副手 是有可能变元首的 所以美国的 这个媒体就讲 嗯 他说这个 杰利文是川普的 克隆 嗯 就是 就是 就是副制人 对 小川普 对 所以说这个 比 比所谓的小川普 更 像川普的 而且他甚至于 比川普 还川普 所以这一点 就代表说 美国未来的一个路线 路线之身 会在这边 会出现 就是传统的美国价值 传统的美国人 再次的觉醒 嗯 我认为他全球化的路线 跟美国优先的路线 还会再对决一次 对 2018年台湾 事实上有受惠于贸易战 主要的原因是 川普跟他很重要的财经幕僚 Peter Navarro 跟莱特希泽 他们事实上是 把全球化跟美国经济 殒落的矛头指向中国 对 然后指向全球化的供应链当中 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 那美国是最大的受害者 所以要求产业回去 那可是这一个魏晋之功 2020他的这个 总统的生涯中断了 但是他的路线跟逻辑论述 从头到尾就是这样子 美国优先 因为他产业被掏空 那产业要回到美国 铁锈带就不会生锈 因为铁锈带以前是钢铁啦 汽车啦 这些重工业 包含军工业都是 我们现在讲 美国的军工业生产乌克兰的子弹 都不大够用 可是你刚刚讲嘛 二战的时候 美国是地球上最大的军工艙 那他那个时候的工业的生产的产值 跟产量跟能力 跟现在不一样 可是他全球化的这一个产业移转 使得他的国家的路线走到全球科技跟全球金融的路线 可是全球科技 特别是重大科技 供应链又在海外 又不在美国 所以使得他制造业中控 那川普事实上还是扭转了全球供应链 那第一个扭转的是台湾的命运 因为从把中国打断之后 反正很多台商回台湾 我们现在讲AI伺服器 都是2018年搬回台湾的 我们现在讲郑文燦的那个桃园 为什么那个工业园区 这个盆子包的土地也要划进去 因为地不够用 为什么 因为台商回来 台商第一波回来是什么 是伺服器 伺服器是哪些业者 是广达 是维影 是这些人 都是在林口 都在林口或者桃园一带 或者竹科一带 它要扩充 然后只是说 今年有NVIDIA加持 都变成AI伺服器 每个都涨翻天 可是他们大规模的搬家 都是2018年搬家 而且美国人要求要安全供应链 不要中国做的伺服器 所以要回台湾组装 那伺服器毛利还比较高 所以还能回台湾 不能回台湾的 就去越南 去印度 去东南亚 那相对上 川普如果在掌权 这一个全球供应链的切割 分工跟关税大战 很有可能更加剧烈 所以我们跟美国 会再次伟大 为什么 真的 我们千万不要忘自斐薄 真的现在的这个AI 不是说 这个人家说 台湾是一个重要国家 这么多重要人物 你就知道台湾多重要嘛 对不对 所以台湾的重要性 正好配合了这个 川普的再次伟大 美国的这种要求之下 台湾必然伟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好 这个金融大哥 川普嘴了这个台湾的金片 然后拜登又要扩大出口管制 那昨天美国科技股领跌 今天台股相关的族群股票 事实上也有很大的回答压力 这好像一个perfect storm 完美的风暴了 这个第一个 川普的shock 川普的震撼 那川普坦白讲 他基本上对半导体 事实上我感觉是完全没有概念 他说台湾100%夺走 美国的金片生意 其实不难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全世界的报告来看 事实上 以金片来讲 我们应该是最终产品的销售 IC销售出去 或者是这个 C-more C-made sensor销售 美国占全球半导体市场 是占48个percent 遥遥领先其他的 韩国占十几个percent 因为韩国主要是在记忆体 台湾只有占8个percent而已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 那川普为什么说台湾那么厉害 因为台积电太厉害 也就是说台积电现在在 在整个媒体的曝光 大家都知道台积电 基本上 整个先进制程都是有台积电 整个基本上 占据很大 所以说川普 坦白讲搞不清楚 不过川普这个人 嘴巴很快 但是反应也很快 他经常反来反去 我很多做分析师的朋友说 我每一次跟川普 他们常常贵川普的话 他做了一个动作 马上就 只有反过一个动作 可是我可不可以 就我对他的理解跟解读 首先第一个 我认为他主要的意见是说 台湾要付出多一点代价 自我防卫 那那个代价除了 国防的支出预算之外 还有在国防上面的投入 这是一个 那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理解 也多数人可以讨论跟支持 那因为没有办法 我们有一个麻烦的坏邻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讲说台湾的晶片赚了很多钱 对 他其实主要是在讲台积电 而且主要是在讲先进制程的晶片 都在台湾生产 然后呢 今天为泽家开发说会 他说今年是强大成长的一年 所以在川普的刻板印象里头 台积电在美国 好像没什么进度 在台湾赚很多钱 然后英特尔都被打趴了 所以他没有帮英特尔讲话 但是他讲了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说台湾的晶片业者 主要指的是台积电 然后呢几乎占了所有的先进制程 而且赚了很多钱 第一个川普讲台湾要pay for it 他认为他保护台湾的安全 好像保险 你都没有付保险费 pay for it 所以你把它讲成保护费 我觉得这个名词有一点 坦白讲是不是很恰当啊 就是我们好像使用者付费一样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第二个呢 我觉得川普当然 他有他的一个中心之讲脉络 但是后面其实主要是执行 所以对川普讲的这些话 我觉得有一些在意 但是真正执行 应该是不会离这个 那接下来拜登 他又出了一个招 就是他加紧对中国半导体输出的管制 那么这个管制呢 他考虑要寄出叫做外国直接产品 那外国产品直接产品规则 其实这个基本上原来是用在军事的 这个是怎样 只要你生产的产品里面 用到一点点美国的技术 就要受我管制 你如果就是说输出到 比如说输出到中国 那你没有跟我报备的话 那我就要寄出严厉的贸易制裁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跟大家报告 原因是这样 美国厂商很不爽 比如说像 Apply Material 应用材料 Land Research Carry Tank 美国缩紧了以后 他们比如说 然后东京威力创就一直卖 对不是 他基本上美国政府要求 就是说第一个不能做售后服务的维修 不能够卖零件 还有很多地方管制的 他发现艾斯莫马 东京威力科创 都这样 所以美国就很不爽 很不爽去告状 所以拜登会这样来 那我跟各位报告 为什么股票会跌得那么惨 坦白讲找到一个出口了 因为以前涨太凶了 就是科技股涨翻天了 NVIDIA 然后Land Research 包括Carry Tank ASML 每一家台积电都涨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找到一个破口下来的 这个部分 那刚刚讲到的就是说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过 中美晶片就是说 美国的设备 它就是说要加紧 但是这个只是在考量 还没有真正出手 但是我跟各位报告就是 股票市场找一个台阶要回到 而且这个一定会出手 我现在感觉 这两个人的竞争 在所有议题都会竞争 所以封杀中国也是竞争的 关税也是竞争的 然后嘴晶片嘴半导体也是竞争的 当时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场是 川普任内叫他去设厂 但是去剪彩的人变拜登 这个在台湾大家都很熟悉啊 有的时候要盖桥 然后前一个县长去动工 然后最后的 我们开工咯 就剪彩咯 就换一个县长 然后没有 现在还有一个可能的 那个场景的场景 就是说 川普去台积电IC出货 川普去那里 有可能啊 他可能说不定还有 他还有他的这个存在感的地方 可以去刷了 那刚刚讲过 就是说为什么这几家 第一个像ASML ASML的Q1和Q2 它的中国的营收都占48个percent 49个percent 所以呢 ASML原来呢 就是它第二季财报发表的时候 原来很漂亮啊 但是对于后面的展望 尤其是中国这个因素 ASML股价大跌 对 那这个原因也是跟中国因素 不只是ASML TEL TEL就是东京威力科創 对 它也是一样 也都是中国的营收占很重 不只这样 美国的印材 就是prime material 也是占很重 所以这个部分 中国的因素 当然这一些半导体设备公司 这样的跌 是有它的道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明姐各界另外高度关注的是 川普跟凡事如果入主白宫的话 那对于西太平洋的 这一个军事战略政策 会不会有所影响 对 这一个川普宣布这一个 JD Vance 范师那作为他的这个竞选搭档跟副手 那当然现在媒体马上把这一个范师过去 他当选参与委员之后两年来 不管是在美国华府的智库 或者是在美国 包含像纽约时报这些 上面看到一些他过去 有关谈到这个国际战略上面的一些观点 可以发现说 那现在才39岁的范师 那其实曾经多次表达抗中跟挺台的这个立场 非常的鲜明 那其实我中整 他们这些有关相关 范师过去的谈话来讲 第一个最重要 就是说 这一个未来 他认为 这华府的最高战略 第一个就是说 美国最大的威胁 就是中国入侵台湾 那这一个部分 当然也符合 包含像他的现实主义的观点 那认为说 因为这一个台海如果爆发战争 那当然会严重影响 重创美国的经济 那所以他认为说 华府的战略 第一个最优先 首要就是要 这个让中国难以来这个攻打台湾 那在策略上面 因此所以美国必须要全力 那用于这个把所有的这个力量 用在围堵中国上面 那他认为现在 这一个拜登政府 在处理国际事务上面 这个战线拉得太长 那不只是这个俄乌战争 那甚至这个以他的冲突 那甚至现在要用于 这个因应中国对台的威胁 他认为说在这个部分 必须要转移一个重点 一个重心 就是放在这个对应中国上面 所以策略上 为什么跟他谈到说 他在这个今年 这个等于说 国会通过这个原污 其实总共是900亿的 这个对外军云预算中间 有600亿美元 是用于援助乌克兰 他是投一下反对票 那被外界认为说 他似乎这个反对 这个美国继续军援乌克兰 不过他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是说因为他认为 这样的一个军援乌克兰 会影响到对台军售交货的 那他就举例子 比如说爱国者飞弹 那这中间后续的采购 有9亿美元 因为这样子就拖延了 这个交付的时程 那更何况他认为说 像乌克兰提出说 可能需要后续美军 继续援助1000套以上的防空飞弹 那他认为说 美国现在年产550套 那就算是这个军援方案通过之后 最多也可以增加到650套 也还是远远不足于援助乌克兰 所以这个部分 他反而认为 很重要的欧洲必须要自立自强 欧洲必须要扮演 更重要的角色 其实这个完全就是符合 这一个川普过去 要北约盟国扮演重要角色 要增加更多军费的一个过去的一个目标 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看出来 川普跟他当然是相互契合 而且很重要 接下来他当然谈到很重要 这个就跟选举选票有关 因为他也举例说 像这一个二战的时候 这个当时美国就是因为 他有具备强大的工业能力 所以让这个美国重要的军事实力 而现在同样的必须要避免依赖中国 让这个整个制造业回到美国 这个部分就有利于巩固 这个中西部的票 那也跟他的这个出身是有相关的 所以他强调赶快加速恢复军工的生产 那也就是让美国成为 这个民主国家的这个武器库 那他认为说中国 其实对于俄乌战争 他的看法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他认为说中国其实不在乎 美国资源这个乌克兰 有多大的这个强度 或这个做到什么程度 他认为中国只在乎 如果今天要在台海开战 有没有办法击败美国 所以美国的实力才是重中之重 美国自己本身拥有多少武器 跟多少的军事力量 才足以来阻止这个中国武力犯台 所以这个部分 为什么在讲到说 他会反对继续这个军援 乌克兰其实重点就是放在台海 所以从这整体上来看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范斯那当然未来 当然前提是说这个川普胜选 那不见得 他的这些国际战略的观点 抗中挺台的部分 川普是不是完全跟他一致不见得 但是很明显就是川普会选择 他作为副手 绝对双方 这立场不会完全不一致 那一定有很大的这个共通点 那这个部分 也不是只有选举考量 那当然还有未来 这对于这个对亚洲的部分 其实如果说川普真的胜选 我认为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 其实亚洲的部分 应该会稍微担心 稍微放心一点 那欧洲的部分 可能会持续这个继续担心 因为这个川普其实先前上一个任期 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 要求这个北约要自己增加军费 跟这个增兵 其实最近整个北约已经开始在做 我认为就算川普当选 那这个北约必须负担更多的 这个军费的部分 美国就算抽离乌克兰的战场 其实反而会让英法美 自己增强军事实力 会填补这个真空 不见得会改变整个战略态势 那当然还有包含像过去来讲 当然因为川普上一个任期 其实对台军售 他的值跟量 其实现在拜登 如果我们观察是没有超越的 因为他出售给台湾的武器性能 其实都非常的好 那还有包含当时 因为很重要国安顾问 比如说波顿 还有包含像这个国务卿庞皮 那当然外界观察指标说 这次似乎没有纳入他的国安团队 那现在范斯这个作为他的副手 大家当然在心理上会觉得说 就至少川普身边有一个 这个抗中挺台重要的人物 那未来川普也有可能 那接受他的意见 那可能对中国的这一个 强硬的路线 不会有所改变 那当然回到整个战略中心 在亚洲部分 其实范斯还曾经讲过说 就算是拜登任内 成立了AUKUS 奥英美三方联盟 三方军事同盟 这个部分 他还是他的粉丝 所以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得出来 未来至少美日美韩 或者甚至在对台 这个安全的部分的保证 我认为应该不用 这个目前来讲 当然这个选举结果还没有 真的底定 但是如果真的川普胜选 我觉得台湾也不用 过度焦虑或担心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彭笑大哥 枪击案确实 台湾的观众都很关心 因为前两年 安倍也是在 这一个助选的过程当中 发生枪击的意外 那安倍也是非常友好台湾的 那川普的这个前一任总统的任期 他事实上扭转了对中国的政策 也扭转了台湾的国际地位 所以这一回合 这个一方面他跟拜登的竞争 非常激烈 另外一方面 他的安危也直接冲击共和党 也直接冲击美国内部的大选 是的 这个世界只差一英寸 可能就不一样 那么这一英寸 不但是使得川普没有遭到这个枪杀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谁是受害者 我看最大的受害者 可能是拜登吧 所以我做这个 就是川普中枪 拜登倒地 我们知道这个 自从上次辩论会以来 拜登就已经面临到 这个亮亮呛呛 这个左右摇摆 非常不稳的状态了 但是还没有倒地啊 但是这个枪击案爆发以后 各方对拜登的看好度更低更低了 那么对于川普的看好度 陡然的上升 这个 所以说 这个拜登 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而且 拜登的竞选团队 所采取的一些措施 跟2004年 319枪击案以后 连阵营 连送阵营 所采取的措施 是一样的 什么叫一样的呢 他马上停止了所有的进选活动 把原来要在电视上播放的广告 通通都抽回来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还在那边 风风火火的进行你的 这个进选活动的话 会引起很多选民的反弹 第二个 现在很多电视广告 都是负面的 那你在这个时候 再讲这个川普的负面的广告 那真的是 这个叫做回旋标 最后打到自己 所以这样的一个措施 当然更有值得这个玩味的是 中国 从这几天我特别留意 中国网路上 这些网民们的贴文 结果我发现 寥寥无几 不代表说 中国的网民或小粉红们 这么对冷淡 看待这个事情 绝对不是 而是中国的网路 充分的检控 在这段时间 绝对不容让有任何 这个不符合 他们这个基调的 这种贴文出现 我有出现哪些呢 有几则 都是讲说 这个川普 难道是在 这个学习 这个台湾的枪一九 枪击案吗 只有这几则 但是更有趣的是 这个马上 就是川普的 这个T恤出现 不过我一看 我心想说 这个T恤 第一个在大陆 他还没几个年轻人 敢这样穿吧 第二个就说 他有没有获得 那位摄影师的 这个授权 他这个版权 绝对有问题的 但是他有去背 你不但是 这个侵害的版权 而且你把他的原图 都破坏掉 如果你没有经过 当事人同意的话 这是非常严重的 一个侵害版权的行为 所以诸如此类的 就让我们看出来说 第二个受害者是谁 第二个受害者 就是习近平 为什么说是习近平呢 因为他现在 他也是很尴尬 为什么很尴尬 到底要不要表示一下 对川普的问候呢 那么如果说 表达一点对川普的问候 好像被人家觉得 你在示弱 你在巴结他 那么但是如果你都不表达 那么又好像 这个哪天川普想说 你看 你就幸灾乐祸吧 对不对 的确 那一英寸 对中国来讲 太遗憾了 真的太遗憾了 就一方面 如果他子弹差一两公分 那就是贯穿大脑 第二个是 川普因为相对领先 他如果真的命违的话 选情一定大乱 然后再来川粉都非常激情 川粉一定愤愤不平 那这个共和党内 现在也没有明星可以替代上 没有 我们在嘴说民主党 为什么撑着一个八十岁的老人 因为发现其他几咖没有比较强 其实共和党现在也没有接班世代 他刚点名三十九岁那个 我也是很怀疑 那个真的掌权的话 其他人会不会服气 我也是很怀疑 因为如果一个三十九岁上去 那是代表说 他现在共和党的终身代 整个都完蛋 共和党建制派一定不服气的 那是一定的 所以我觉得说 而且很特别的在哪里 各位知道 宾州啊 在2016年以前 是民主党的州 2016年那一次川普把他翻过来 才使的宾州成为支持川普的 但是紧接着这个2004年 2020年的时候 哇 这个拜登又把他赢回去了 差距很小 但是这个宾州有19张选举人票 所以在整个的这个七个摇摆州里面 总共93张 那宾州是最大的 上一次是20张 这一次因为人口减少了 所以变成19张 然后今天在哪里 威斯康辛 威斯康辛也是摇摆州 现在川普在七个摇摆州里面 他大概赢了六个 只有威斯康辛呢 呃 因为上一次我们这个郭大老板的承诺 没有兑现 结果使得川普在在这个州 这个受到很多质疑 那么呃 所以说他为什么今天在威斯康辛 然后这当然这个是原来都已经安排好的 呃 因为这个州很重要嘛 嗯 这个州有十张选举人票 嗯 那么他经过这个事件以后 然后在威斯康辛开这个会 各位可以想象呢 这种的啊 这种效果 嗯 这种心理的这种群聚的效果 是多么的 这个呃 对川普多么的有帮助 嗯 所以我觉得说至少这次宾州呃 呃跟威斯康辛州呃 都会会表现出他们在这个州的 这个选举人票的最后的归属 嗯 所以这些就一步一步的奠定了川普 再次回到白宫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嗯 当然这个事件跟上一次的这个呃 日本首相安倍的状况 都提醒我们所有政治人物 嗯 不要以为自己是例外 不要以为自己是例外 所以说这些事情 而且现在嗯 真的有很多有一些台湾的枪击案 很可能杀手 不是台湾的 嗯嗯 这个是我们真的国安单位 他这一次枪杀川普的也是年轻手头族呢 对啊 刚满20岁呢 他如果投总统大选也是他此生第一次投呢 对 所以说呃当然美国因为枪子很泛滥啊 嗯啊比较有这些问题 但是以台湾的状况来讲 坦白讲台湾年轻人没有这么这么偏激到那个地步 不过呢我们真的要留意特别要关注 现在有一些的杀手是从对岸啊过来的 这些就让有一些的枪击案为什么破不了 嗯 包括说过去桃园县长刘邦有的案子在里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下小铃铛 请教郭喜大哥 美国的盟友跟北约的这个NATO的成员 事实上都高度关注美国的总统大选 以及将来的国家政策会不会影响 然后呢今天事实上美军印太司令 也讲说呢必要的时候 连韩国都可以引进核潜见 刚刚讲了很多这个JD Vance JD Vance其实我们不要讲太多 因为我们一般台湾人的观众来看的时候 说他是保守主义者这些什么 就比较不明白说他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讲白一点讲直接一点 他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 就是他是一个标准的爱国主义者 就是非常爱美国 他就是爱美国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川普会选他的其中一个人 就是我以美国为优先 所以凡是他在担任副总统候选人以后 对台湾有什么影响 是比较直接影响到我们台湾的 其实第一个就告诉我们台湾人就是什么 就是美国人他们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什么 就是国家利益 就是爱他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台湾其实从这些事上可以给我们一些很清晰的一个教育也好 或者一个指导也好 就是我们台湾人就是 因为我们台湾人不像美国 人家地大物博 我们就这么一个小岛 我们就这两千三百万人 所以我们更应该比美国人更应该要爱这个国家 爱这块土地 那今天范斯出来作为一个美国副总统参选人 他其实他一直刚刚明杰讲 他说他自己是一个Ox的Fans 他是Ox的Fans 也就是说他是以他的整个逻辑是以印太为重心的 他之所以会反军援乌克兰不是说他不愿意说帮助乌克兰 是因为他认为美国的首要任务是应该守住 守住他的核心价值和守住他的核心利益 而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其中的一部分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失去了台湾对美国利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那帕帕罗今天所讲的说 必要的时候我们不惜让韩国有核潜见 核潜见是其实我跟各位报告 因为我参与潜见国照 这些韩国人来其实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 是什么 是韩国现在召回的这批从大禹和另外一个船长 现代 他原来裁员裁得要死 因为他们两个要合并 结果后来不准 托斯拉法所以不准 在这种情形下 他很多人又被召回去做什么 做核潜见 其实南韩现在已经在 不是只做张宝山 他不是张宝山这个传统潜见 南韩现在正在做所谓的研发 就是他们已经在进行核潜见的设计 那帕帕罗印证了一件事 也就印证了这件事情 就是说美国必要的时候 是可以提供南韩这些核潜见的技术 那这件事情也相对的给我们一些启发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 中华民国有潜见 有海昆号 是因为川普给我们开了一个绿灯 让我们拿到了所谓的红区装备 再来就是F-16V 也是川普在任的时候 给我们签了这个军售 那在这一次如果川普再当选 我们台湾是有机会得拿到F-35的 不是没有机会的 所以我是很乐观看 看川普这一次 赢得这次选举 然后我们台湾在军事 军事的这个层次上 又再提升一次 那你怎么看 除了美国大选之外 在台湾内部 事实上立法院还在乱 那台湾这一回合的选战 尽管这个相对亲美的路线 赢得总统大选 可是立法院呢 现在蓝白的路线 实质上是相对亲中的 民主国家的这个多党政治来讲 事实上 这个今天的乱象 在选完 2月1号选完院长的时候 已经注定 已经注定未来的选举 未来在立法院 所有的这种 举手投票 或按那个所谓的投票 投票铃的这种 那基本上一定都是什么 都是民进党会输了 也就是说这个乱象 会一直持续到什么 持续到 不是明年选举 不是不是2026年的选举 会一直持续到2028年的选举 那这个乱象要怎么终结 除非民众党 民众党可能 他们自己说 两年要更替嘛 对 在两年的更替的过程中 是不是有所转变了 否则的话 他们现在已经走进死胡同了 也就是说 他绝对不会承认错误 说我们过去这几个月 都是在乱搞啊 我们将 我们未来的几个 这两三年 我们不会乱搞了 不可能的 我看立法院乱象 我认为执政党要有智慧 戴庆德总统当了总统 但是你是一个少数总统 你必须要有智慧 在这种 在这个乱局中 乱局中 你怎么样能够把它 扭转过来 让这个国家能够长治久安 尤其是我们所面临的中国 他现在已经够乱了 他巴不得我们台湾乱 那我们自己要怎么样 调整我们自己的国家的脚步 让我们的立法院能够 能够变成一个 说有一个正常的运作的 这个模式 能够让我们国家 不要在这三年中 就这样乱玩了 所以公民团体想要发动罢免啊 对 可是罢免 罢免是需要时间的 而且你看 光一个顾量和拆量 已经搞成这个德性了 对不对 他用很多技术性的 尤其是傅昆奇他这种人 他就是耍流氓啊 你今天要指望 跟流氓说 你要觉醒啊 你要反过来啊 我跟你讲 你别 你就是吃人说梦 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啊 那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 执政 主政者必须要有智慧 你知道吗 那我刚刚讲的 还是 还是 还是一个原则 就是 当家的一定要想出一个 用智慧想出一个方法 让这个国家能够长此久安 往前发展 不是在这里说我一天到晚看你乱 看你乱 反正那个民意会一直高张高张 可是四年才选一次啊 那你要罢免 你要搞到 真正真正要 照现在看 罢免要搞到 2026 快选啊 那这样子我们这几年是在这里空荡吗 不可能 所以我说 赖金泽总统必须要有智慧 要有足够的智囊 能够让他能够在 这个国家在这个处于 这样子的 现状啊 我讲的 62比51的情况下 你怎么样扭转局势 是要用智慧的 而不是说 我们天天只等说 啊 民意高张啊 青鸟出来了 不是的 那样子 国家就一直继续好 嗯 陈水扁已经有一个范例了 我希望的是 我们国家真的 一直跟着往前走 一直跟着往前走 民间的活力是够的 你看我们民间活力 你看 真的 台湾真的不缺人才啊 说什么 我们缺 台湾缺人缺 台湾绝对不缺人才啊 你看 一少一堆子人才 对不对 那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国家 能够在 在稳定中 一直往前行 嗯 一直在进步 然后让 中国共产党 就一直看 看不上我们的尾灯 嗯 那才有希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 分享 按下小铃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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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